那为了你9点或者9点10分 你就能够出手 又能够做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开盘四法 开盘四法 进入到我们的实战教学了 我们先把这个四个方法先定好 等于定你今天的多空 所以你是说用第一根的五分K线 然后但是有四种排法做法 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 各位去看那个K线那一集 K线那一集我有讲开盘是谁开的 主力开的 你看我已经背钱了 所以第一根五分K你就知道主力要做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等五分钟 很多人当冲一开盘就想进 就很急 五分钟已经很短了 你还那么急 所以看到9点05分 9点05分这根K线会决定很多的事情 而且也会决定你今天胜败的几率 对如果你把这个四法判断好 你今天的胜率已经在八成 好 所以今天这一集虽然只讲这个四法 但绝对执回票价 执回票价 何止执回票价 就跟股票一样嘛 你一定要选到这一根嘛 对不对 大家在外面如果有上什么当冲课程 今天这场是你也可以叫的 对当然 请支持一下我们今天 对对对 而且应该也只有我在讲 对 讲开盘的这一根 老师是因为我对不对 当然啊 因为十年的交情 没问题 好 我们开盘有四种情况 你会遇到四种开盘的情况 好 哪四种呢 你把这四种分辨好 一个叫强强 强强 一个叫强弱 强中透弱 强中透弱 好 太好了 因为相信很多网友也是 为什么 你马上就会犯错 看到弱弱为什么不能空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进到重点了 先来看强强 怎么解什么叫强强 对 我们想你今天开盘就让你赚钱 是不是强 当然哦 就强 然后开盘以后又是红的 又拉往上拉 是不是更好 赚钱了当然 那就更好 扩大获利 我开高就赚了嘛 对 那你又拉 那我就赚更多 所以这根红K叫强强 我又开高又拉高 对 红K收盘在上面嘛 对 我们在K线 大家复习一下 不要忘了 对 开低手高是红的 收红K 所以这根红K叫强强 那可是红K都可以买吗 红K都可以买吗 如果以趋势来看 就要看位置了 没有看趋势 对 空头就不能买 空头就要反弹嘛 可是我们是做当冲啊 做当冲也在做方向啊 如果这是多头 对 你看到一个红K开盘 恭喜你 而且你今天又准备做多 对 对不对 那你第二根就要赶快进了 哦 甚至于第一根都可以进 这是五分K哦 五分K哦 五分K 五分K第一根要开红的哦 对 它是多头哦 是 那多头 我们在第二根进吗 第二根或第一根 第一根也可以 好 等一下我们去看例子 好 那万一这支股票不是空头 它不是多头 它是空头 对 那我们讲的多空是指什么 是指昨天的五分K 哦 昨天的五分K 因为今天才开盘嘛 对 那我这个多头在哪来了 哦 是昨天的 好 昨天的五分K是多 多头 那今天开高强强 对 那你就做多 好 这样的 多头趋势中的强强是做多 好 那如果昨天是跌的 对 昨天趋势是空的 那我们很简单 昨天是留了一个黑K 对 那你今天做多还做空 留黑K我应该做空啊 对啊 所以你今天是做空啊 怎么会红K做多呢 哦 我懂了 所以要搭配昨天的五分K的趋势 没错 没错 今天开到红K 你要准备做空 不要看到强强 就以为是多 是多头的强强才是多 但是他告诉你他会先反弹 反弹 所以我等你反弹完了空 反弹完了反而要再空 因为他可能会再下去 对 因为你今天是准备做空嘛 强强在空方的趋势反而要做空 做弹后空下跌 弹后空下跌 做弹后空下跌 所以大家如果有听不懂的 前面四集要再回去看 他们都说 很多人都说每集都看三遍 可能要看三十遍 尤其你做五分K 技术分析要更熟 我们刚才提醒了 所以你一定要很熟 什么叫多什么叫空 只是第一根告诉你 它是强的 所以空头你就不能动了 要让它弹 弹完了下来你再空 这叫等着做 老师这真的有点进阶了 如果你这样子去掌握 我刚刚有讲 你做这个第二根 你的八成都会赚到 那你做这根空 你也会赚到 那OK 我们拉例子给你们看 好 来看强强的例子 这个是多头的强强 我们先看 这个还没有开盘 对 那昨天是不是多头 对 对吗 红K已经是多了 对 把他挡住了 老师要帮我们走图了 你已经会了 好 昨天的收盘是不是多头 是 那昨天的黑K是什么 5分K没有跌破昨天的低跌 并没有跌破昨天 5分K就是一排了 对 这是多头的回档 好 那今天如果开的是红K呢 哎呦 强强 对 红K又在多头回后买上涨 第一根进场 好 哎呦一路强 这个是5分K 所以会有很多根上去 5分钟就一根 对 那赚2%一定有了 而且如果你今天做多 你去报趋势 你也会 就是你成功几率很高 很高 因为你是多头开强强盘 对 OK好 好 现在来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也开红K 好 一样把它挡住 昨天在收盘 可是昨天收盘看起来是不好的 也一路走低 对 所以你今天要做空啊 嗯 要做空 结果一开 开个红K 强 那你要做多吗 我要刚刚老师讲的 反弹后再找空 好 那我们就看他 反弹 对 KK咯 对 要咯 要来咯 好 空 好 哦 好可怕 对 好神奇哦 好神奇哦 因为我后面没看到啊 对 但是老师有讲 低跟强后面会弹 要弹 对 但是不能弹过这个 不能弹过这个 就要另做别论了 好 那个以后再研究了 好 弹后空下跌 对 这两根还是强 还没有跌啊 还没有跌 跌了没有 跌了 好 空 好 到了吗 好 所以强强在 强强分多空 对 你就会做了 会做了 多头里面做多 空头等反弹做空 学会了 但刚刚有讲到还有强弱呢 强弱 对 就是开盘是黑的 开盘是黑的 他也开高啊 好高兴哦 我一开盘就赚钱 结果收盘是往下的 这是强弱 强弱 强弱是黑K 那这样子来了 我昨天是多 那这个黑K要跌嘛 对 所以这叫回档 哦 你如果昨天是多 你看到黑K 你不要出手哦 不要出手 回后买上涨 好 因为他的多头趋势 应该是没有变 没变 他要先回一下 对 因为他是墙中透弱 透弱 他要先跌 他要先把那个弱给 跌掉 跌掉 跌回来的红K你再买 哦 那如果昨天是空 你今天要做空 那一开黑K不是很好 对哦 我要做空啊 结果他开的是黑的啊 对啊 把他踹下去 开高的黑K就往下做 你就做 这样懂吗 现在 这两个都开高 好 一个是开高红 一个开高黑 对 然后放在多跟空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放在多 我们等他把弱给消化掉 再来做多 回档做多 哦 放在空 那下去你就空了 太好了 就空了 你就空了 哦 所以你看是不是成功率很高 很高 再来看一下图 昨天这个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讲技术分析 好 以后有机会再练 昨天的5分K看来是 是算强啊 对不对 盘整 盘整啊 老师还有盘整这一题 被老师骗了 趋势有三个 趋势不是只有强跟弱 还有盘整 能够赵华看了半点 那为什么叫盘整 因为你这个高点没有过高 低点没有破低 没有过低 盘整的今天的第一根就很重要 对 开低往下就会变空头 哦 开高往上就变多 盘整要表态 对 对 那结果是不是开高 开高 那它看来是要往上咯 那这根K线是多还是空 可是这根K线是黑K呢 对 但是它趋势呢 趋势向上 多头 因为它过高了嘛 对 所以多头 对 但是黑K啊 所以你不能做 要等它消化掉 回后买上涨 等到它上涨的时候再买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过高 好想进场 过昨天的高点啊 好 前一根K线 还没有哦 还没有 还没有 过了 可以进了吗 可以 哎哟 恭喜 我好想把老师绑在我座位旁边 恭喜 你今天大转 每一个5分K出来老师就一直在旁边跟我讲 如果用当冲的观念看 你今天是大转 对 这叫大转 好 因为当冲最多就到涨停嘛 你还没办法 对 那我们后面都会讲 当冲也有目标价 2%以上 是 你今天其实是已经到目标了 好 所以不要贪 所以强弱的图在这张是这样看哦 我们刚刚走图给大家看了 好 但这个就变成是空方趋势了 对不对 空头嘛 空头趋势了 昨天尾巴有两个红K啊 对 那这是什么 好像他反弹起来了 对 这叫反弹 对 那今天一开 哎呦 强耶 只是就是黑黑 强中透弱 对 但他叫强弱 强中透弱嘛 那我要做空啊 那不是很好 你就可以空啊 就一路下去了 哎呦 朱老师你真的要小心被绑架耶 不会 因为我只空30万 我明天我座位旁边 帮你放到一个位置 我只空30万 OK了 看懂吗 可以 看懂了 好 没关系 再来是弱强哦 当然是强弱 现在是弱强 没有 现在是开低了 开低了 早上开低盘 多头趋势但是开低 开低是红的 开低又是红的 弱中透强 对 那我又是多嘛 对 那你已经开始转强了嘛 对 那我当然 多头回档没有破低 对 红K上来我就可以做了 就直接做吗 你要做第二根 没有陷阱 现在要做第二根 因为你第一根还没有上来 对 它只是开低走高 对 它告诉你 这个多头 一跌就有人拉 我最近看到好多挡这样的股票 对 跌下去我不敢碰它 后来又拉红 那第二根就可以拉 第二根过高做多 好 那如果再空头就不一样了 对 空头 这是红的嘛 对 所以它会弹 弹但是因为毕竟是空头 对 要等它弹了再空 弹完再空 再空 那我们这里有个空头的范例 各位看一下 又来了 又来了 再来走图 这个叫若强 先看昨天 昨天是多还是空 有点盘整的感觉也 这下 你好快啊 反应好快啊 是啊盘整 不要再骗我啦 周老师 这是盘整 对 其实盘整对我们第二天做当冲 是最好的 因为它要表态 因为往上就做多嘛 往下就做空 往下就做空啊 所以第二天我不知道怎么开 是 那结果它开低 那我们来看看吧 哎呀开好低啊 开低是什么 红K 红K 所以叫弱中透强 弱中透强 可是因为一开低就是空头 对 所以现在是什么 我要做空 现在它要反弹 它要反弹 等弹后空 OK 不要急 刚刚老师有强调哦 所以你现在红的不能空哦 红的不能空 你一空就惨哦 它表态是弱势了 没错 可是因为它 收的是红的 对它弱中透强 所以我们不能马上进去 它会先反弹 好 所以你不要动哦 你如果去空就被尬了 我尬上去 你就要停损了 好 我们没有空哦 因为老师讲 开到红K就不能空 对 诶 准备了 准备了 有了吗 对 上不去了 好 空它 空 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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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进来了 谢谢 令狐冲来找我 这样子吗 很清楚吗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 这个低一个5分K 非常关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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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关键 因为我们这个当充的时间很短 对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就做错了 大概今天你就 就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了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了 弱弱K 开盘 开低又黑K 对 那开低 我是多头耶 你又开低黑K 我怎么做 所以你要等 反过来 等它把弱的消化掉 反弹上来 但是有个条件 技术分析不能跌破前提 跌破前提 你今天最好不要 所以弱弱K 还蛮容易可能就落下去了 对 那你今天就不要随便出手了 不要随便出手 好 那如果是空头 就太理想了 对 今天弱弱K就下去了 所以赵华说 弱弱K在空头 在空头 真的就是给它下去了 而且你又准备今天做空 因为你昨天是空头 你不可能今天要做多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做空 是 那做空它又是黑K 它又是弱弱 那就太理想了 太理想了 所以其实刚刚老师讲 这么多种状况 四种开盘战法 对 然后对应起要多头空头 总共八种 对 其实八种里面有几种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明确的 对 那越明确你就越要出手 越容易赚到 好 再来走图一下 这个盘整 没有它变强了 对 它算是走多 有突破的感觉 好 这是多头 对 那今天开的是弱弱 所以开的是黑K 哎呀 那怎么办 弱弱就等啊 就等什么 等它反弹 等它再上去 对 对 好 不跌了 表示 有人在支撑它了 它要上涨了 因为你前面低点没跌破 对 好 上去了 好 最后一个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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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今天太补了老师 太补了 来 因为你第二天一定看不到的嘛 对 对 可是我看这边一直跌 我明天要做空 对 那你做空第一根就可以跌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踹它 那我们也有停损 记得 要有停损 好 啊 观念一定要 不然你这个上来不停损 它一直咋你就惨了 你今天就要不停损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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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